我曾经说过我们这个节目 因为录像周期的关系 就跟我这人一样慢半拍 所以说723动车撞了大灾难 都发生这好几天了 那么我们也就到今天 才能放放马后跑 然后我们的编导跟我讲 说做这个节目 你千万不要笑 说是因为现在群情激愤 说你要是敢笑 全国人民的唾沫星子 都得把你给淹了 但是我还得实话实说 我看到他给我找的材料当中的某一处 我确实是被逗笑了 我确实是给逗乐了 所以我可以给大家看看 就说铁道部新闻发言人 我发现跟主持人一样 他不好当 而且都成了网络流行语 你看新闻发布会上 记者问 不是开始说把车头给掩埋了吗 有人说你是毁车灭镜 对吧 好 发言人 记者问车体为何会被掩埋 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永平回答 这么大的事故 我们不可能掩盖真相 事故现场有泥潭 救援不方便 就把车头埋在里面填满泥潭 至于你信不信 反正我是信了 对不起啊 然后还有这都是网络流行语啊 某个记者讲 说你们已经宣布现场没有活着的人的情况之下 以对车进行拆解的情况之下 为什么还会发现一个活着的生命 就那个小女孩 这是一个奇迹 对吧 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永平说 这是一个奇迹 你说为什么 我只能回答你 这样的事情就是发生了 我们确实在后来的当中 发现一个活着的女孩 事情就是怎么样 这句就是一个 你再看看一个照片 这个流行语啊 网友们至于你信不信 我反正信了 我感觉这是毛体啊 这字是吗 对有点 这是一个奇迹 会变成今年的年度语言 今年的热门化 因为他不仅是概括了 拯救了这个小女孩 也包括也概括了整个这个事情 包括他今后会发展的情况 但是作为我觉得 就是说他个发言人 就跟我们主持人一样 有时候说话 他张口结舌或者哑口无言 我是看完全是他 是他后边的人 不知道该怎么说 我看了那段视频 他还真的很难拿捏 他那这个王永平先生 这个面部表情 的确他还真的不是 以前我们传统官员那种 很凶 很就是说 很关一个关联 他还是做的 我觉得还是比较无辜的 一种表情 可是非常的 让你就看了 我知道你这种想笑 因为他说说非常无辜的表情 说出来的话是 我马上感觉我怎么就不信呢 但是他确实问了 你们你信不信之后还停顿了 反正我是信了 然后我以后主持节目 可以吸取这种语言风格 你们信不信吗 反正我是信了 因为从常识来讲 你想一个车头 如果他是在一个现场 就是说他是有泥潭的话 为什么就不能把它调 那么多重型的调车在那 为什么就不能把它调走呢 你要保护原物吗 这是一个以后追踪调查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物件 对吧 把它埋在车里有什么 埋在泥潭里方便清理 这完全从常识上 是有备于常理的 我跟你讲 曾经在我们节目里 多次对高铁唱赞歌的徐子东老师 今天为了谈这个节目 表现出强烈的责任感 专程从上海飞过来 而且他这一路 基本上是倾听了一下 全国人民一路上的心声 是吗 大概正好我碰巧了 反正上海的出租车司机 就一路很短的一段路 在帮我分析 就是那个十来分钟 会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前面的车停下了 后面车为什么撞上去 他都一路做一个逻切分析 飞机上坐在我旁边的人 是因为他刚刚从北京到上海 在蹦步四个小时 高铁在那里堵住了四个小时 所以他回来就坐飞机了 也跟我议论一番 北京的出租车司机 也在跟我分析这个事 所以基本上 现在全国人民 甚至可以说全世界 没错 都在关心这个十来分钟 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说的很对 全世界的声音 咱们也听一下 纽约时报 其实纽约时报 引用的也是中国的微博 我觉得这话说得很好 我早就想跟他们说说了 就是说中国请停下你飞奔的脚步 等一等你的人民 等一等你的灵魂 等一等你的道德 等一等你的良知 不要让列车脱轨 不要让桥梁坍塌 不要让道路成为陷阱 不要让房屋成为废墟 慢点走 让每一个生命都享有自由和尊严 每一个个体都不应该被这个时代抛弃 对这个是我想起来有一个很有名的 一个非洲人的故事 就是说有三个外国人到非洲的旷野里边去 有集市 一个欧洲人 一个美国人 一个中国人 跟着当地的祥岛日夜兼程赶路 结果这个祥岛非洲祥岛 每过一阵他就要停下来 他说我要解个手 一会吹着哨哨溜一溜 坐在路边等着不走 这三个外国人就急得要死 就来一起追问他 说你怎么还不走 然后他说不能走得太快 我们要等一等我们的灵魂 我们的灵魂追不上 这是一个速度的悖论 怎么叫欲速则不达 这个事情我觉得 为什么全世界关注 确实是很长一段时间 有很多人对中国的高速发展 既表示钦佩 在钦佩的同时 有点相机都换 对这个世界是凭的 美国纽约时报的评论员 他那个Tom Friedman 很多年以前在访问印度之后 就对中印有一个比较 就是用高速公路来做的比喻 他就是说印度的发展脚步慢 但是他可能像一个就是 一个坑坑洼洼的破路 他走得很慢 摇摇摆摆 可能就走在中国的后面 中国是一马平川的 非常现代化的高速路 但是你不知道在这样的高速下 他到底会走向何方 在什么时候会不会突然出事 他这个事情 他真是五六年前说的 你现在真的是打回到几十年前了 你说高铁 现在他不敢开那么快了 都降速了 都降速 说什么350 五五三百都降速 现在说是这个记者报道都提醒 就是发生之后 7月25号又停电了 又有电的这个故障 现在这个我看这新闻 记者提醒 搭乘高铁 要带着扇子 要带着驱蚊水 就跟摇着芭蕉扇 跟坐当年的火车差不多了 不 我觉得国外 我看了一下 那个海外各种报纸的这个评论 我觉得他们是把这个事情 当做一个象征 成一个符号来看 他们对中国的高速度 有点害怕 我说钦佩是其次 主要还是害怕 不喜欢 就这个事情 发表他们的看法 因此我觉得 就我们自己 中国人自己来说 要非常警惕第二次大跃进 但是海外的这些评论 仅供参考 我自己觉得 我有个看法 高铁我讲过好几次 我也说过它好 在香港的时候我也预言过 它会出事情 对不对 我讲大仙 这个不是预言 我就说假如出事情 我们也不奇怪 但是我总觉得 在这个时候 中国人应该支持高铁 我有一个想法 我觉得支持高铁的方法 不是盲目的较好 不是隐瞒真相 不是大干快上 个人不同的 有自己支持高铁的方法 比方说在我看来 传媒支持高铁的最好的方法 就是追下去 就是追新闻 就是所有高铁可能产生的问题 传媒有责任把它挖出来 这是对高铁 对国家利益的最大的维护 对不对 然后呢 还有我再有个建议 我们的领导干部 从上到下 应该多坐高铁 带头坐高铁 我们的人民也应该支持 为什么 我们的人民应该跟着我们的领导干部一起做 大家就安全了 对对吗 是吧 特技保护 这个我跟你讲 徐老师刚才讲这个话 这现场有一个游荡的人 就是一个记者 他在现场看了很多情况 他后来引用了一段话 他说见到凤凰卫视一个节目 我想找找我们凤凰哪个记者在现场 他说他旁听到凤凰卫视记者正在录制现场新闻 他觉得这段话说的挺好 我也可以给大家念一念 他说呀 那个主持人声音并不洪亮 但是讲的话却具具震撼人心 像是在说我哈 就是说 说一时住 就说我们凤凰当时现场记者讲 一时住行已经受到全面威胁的中国人 我对这句话很有感受 一时住行已经受到全面威胁的中国人 难道还是要这样不明不白的接受 所谓命运的安排吗 以雷电这个理由来搪塞事故发生的原因 未免太过草率 事故发生的时候我们不能预知 但是起码我们要还群众一个清清楚楚的真相 群群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徐老师刚才的中长我也能体会 就我也看到一些个评论 也不知道什么派别的 但是说的也不能说没有道理 说当然现在骂的他们都快崩溃了 可是毕竟说中国铁路发展到这么一个速度 很不容易的一个成果 当然有毛病 你知道吗 这种大型交通工具 曾经有一个理论叫做好像浴盆理论 浴盆理论就是说 早期故障期和偶然故障期和严重故障期 最后也是要完的 他就有这么一个规律 那么现在看来中国的高铁 包括乃至于动车上的这么快 早期故障期大概时间比我们预想的要长 而且出的故障要大 要重视这个阶段 而且大家就是说注意到 就是说在早期是调试期 比如说在日本的新干线 据说有半年是空车的 他就是说不载人 空车运行就按你这个浴盆理论 既然早期他的那个故障的可能性 比较高的时候 那为什么我们就这么着急的就满园呢 而且这次大家比如说对这个出事以后 你应该调查 我倒是觉得子东刚才我都同意 但是就说确实客观上不可能这么快 才几天就有一个详细的事故 为什么发生 但至少你要报告调查的过程 这个要透明 再一个就是说在调查 还没有完全清楚之前 你不要那么着急又通车 我们才两天呀 着什么急呢 而且一通车马上还是又是满园 这个你不能说大家不支持高铁 据说后边那个现场观察的说 哎怎么又开过来了 才两年现场记者还在那呢 说又一个开过来 慢速大家还说上面人还不少 就大家还是支持高铁的 而且确实有这个需要 因为亚洲我们是一个人口多的地方 为什么就是发展高铁美国就不做 你看他地大人稀嘛 再加上老的铁路那么多 他的铁路 现有铁路系统已经非常好的话 他再跃进的话 既没有必要也不可能盈利 对吧 在这种情况下 而且他有很多的这种调试过程 什么这种成本太高了 可是在中国 我们先说前提是适合发展高铁 但是发展一定要非常慎重 首先安全人命关天这件事 为什么大家现在这么不高兴 这么愤怒 就是说出了事了 你首先你这个焦点不是说一下 大家赶快啊 咱们要尽快运行 然后要要要这个稳定 不要不要过多的宣扬这个负面的 他本来就是一个人命在里面的事情 本来就牵动了所有的人心 你在这个时候你的遭重点就是要把所有的信息 比如说死伤的人数 既然有我们牵涉到这个细节 有实名证 对吧 为什么不公布这些死人的乘客的名单 好像公布了一些公布了一些 他们说这个事 有很多疑问也闹不清楚 你知道就是说包括实名购票制 那么理论上来讲 那很容易啊 每一张票都是徐子东身份证号码 但是实际上是不是 你比如他们有的人说是什么 我听人说 咱没考证过 说什么实际上啊 他就你就拿个随便拿个身份证 晃一下 晃一下 他就在那儿稀里马虎 你这所以我就说啊 这个过海关的时候填须的东西 他也让我说 哈哈哈 所以你像 咱基本上咱基本上是一个落后文化 管理先进科技 我跟你讲 我所以你说你这个乌鸦嘴 我也有一个乌鸦嘴 我觉得以此为界啊 这个得要悄悄警钟 我预测啊 我个人的这个乌鸦嘴 我预测啊 会进入一个事故平扔的时期 为什么 因为改革开放几十年呢 这几十年来大干快上的这些个工程啊 铁工机啊 铁工工 你看这个桥最近劈里巴拉就这么塌啊 这个这个这个你楼塌啊 你积累的这个这么快啊 你积累的后遗症啊 大概也在未来一段时间呢 逐渐会发酵 逐渐会会暴露出来 所以我就说我老实说过去你看我是大陆人啊 但是你看我很了解香港因为咱在香港嘛 对吧 我也了解台北说实在的 我每听到我有的这个老乡 北京人呢也好 上海人也好说现在我们跟香港都拉近距离了 哎呀 现在我们都超过台北了 现在我们怎么城市怎么怎么着 我跟你说我每听到他们跟我这么聊啊 我私下里我说我就有三个字呸呸呸 你听你差的不是一点半点 你以为现代化是什么 做咱们这个现代化呀 你只是有了一些现代的物件 现代的道具 没错 你可远远没有画呀 现代是个画呀 没错 画的画到你的 然后再接这个文涛这话 就说可能高铁的技术原来我们是拿过来的 但是拿过来之后你要画的话 这里边有人工的因素 那我们本地的这些因素 比如这次我看了这个资料 我实际上技术上我们都是外行 我们不懂 但是你知道这里面有人工因素 比如说我一听那个什么接触网 是最受雷防雷击 是最脆弱的一个环节 我在想 他要求你什么每公里的这个网 要拉的平啊 要不能超误差不能超过一毫米 我就想这一毫米都不能差的话 你然后你能保证吗 你敢相信吗 然后如果这个自动防护系统 每个洗手间的装修都有问题 没错 我就想进我们家那可怜的椅子来了 你这时候人工监测 一旦这个防护系统一出事 比如说他雷击或者是台风 刮一下这个误差了 吃笑了 马上人工监测就得合上 那我就在想这两个撞车的 我这完全常识推理啊 也许不靠谱 就前面的那雷击系统 比如他工作了 或者接到指令说停 或者慢行 可是后边这个就没有了 怎么后边这个人工监测 也没跟上呢 对 这里面有很多太多的 你们讲的很多外面的大道理啊 我我都明白 我就对这件事情 我搞不明白 哪件事 就是就是比方说哈 我们现在都知道了 假如说他是后面那个车的司机 对啊 他有牺牲了 他有牺牲了 他要是知道前面有车 他肯定不开了 所以他是没事的 你是前面那个车的司机 那个司机现在找不到 现在最新今天南都周刊有篇文章 说他事故出了以后 一个闷闷不乐坐在边上 说我说不能过去了 我说能过去的 他们一定要我在这里停了 我以后再也不开车了 但这个人这几天没发现过 这南都周刊有一个采访 南都周刊有个采访 就这个人假的意思 听说是接受调查组 接受调查组 但是更妙的是 我是调度 你看 假如是你们两个人 我调度 我就搞不清楚这怎么回事了 因为根据现在的科技是这辆 我在调度的房里有怎么着 这辆车不动了 那辆车很快 傻话都看得见的 那调度喝醉酒了 打牌去了 唱歌去了 那一个调度唱歌 还有别的人在吧 那所有这么多调度 你这套线路不行 还有那套线路吧 你所有这个到底是一个怎么回事 为什么这么多天 不给我们一个最基本的解采 调度我还得研究 研究 研究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这个问题是一个世纪性的问题 你知道过去辛亥革命的时候 就在讲什么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你知道我那天听一个专家讲 我一下明白了 中国现在很多事就跟特区一样 你知道吗 他就说你知道高铁系统是一个什么系统 这是一个现代化的一个整个系统 包括软件管理甚至包括这个人 你这个人都得是精密的现代化的人 他说这个意味着好像是在文化上 有一个国中国 就是说我在一个上处于发展中国家水平的 这么一个做事效率做事精神工作态度 我要让他这个高铁的这个工作系统 变成一个超越于你目前整个国家发展水平的 一个高精尖的这个这个系统 你明白这个意思了吗 我又想起就像现在中国很多这个盖豪宅的 他能在一个小圈子里盖于美国 跟美国一门一样 对吧 但是呢出去就是荒野 你说你这个像 但是你知道这个事情影响有多大 因为现在中美国在跟中国谈高铁技术 印度巴西俄罗斯 中国的高铁在中国的所有的经济当中 是目前唯一一个有可能出口的科技 中国到目前出口的是劳力跟资源 高铁是唯一一个中国有可能进入世界 占领先地位的这么大的一个速度 No.1 知道吧 所以目前这个事情了 如果不好好处理 有些人为了自己怕惩罚 为了我再三说是为了自己个人的利益 这是治国家利益于不顾 真是治国家利益 高铁是国家核心利益 现在是 但是但是这都是揣测 我们也确实不知道 这有什么好揣测 这么多时间不出来 他们调查组在研究什么 我们也不清楚 无非是几种可能 一 原因太复杂了 二 原因很简单 但是后果难以承担 三 原因不太复杂 但是代价太惨重 因为你知道 你公布什么原因 就意味着你要怎么解决 比方说德国 德国出了一个事情以后 那个高铁最后正面出来是鬼 那个车轮不行 全德国的车轮都要换 不是全德国 它那一套车系全换了 对 它的车系全部换 然后 就是你是什么原因的话 对 日本那个出了那个脱轨的 那个最后整个那个自动装置 沿路自动装置全换了 不是光是开车那个司机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不止一个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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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上 整个相关的系统